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意识 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 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利司法服务和保障 数理案件数量从2013年1421.7万件 上升至2021年3351.6万件 结案标底额达到46.7万亿元 一是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始终做到维护核心 绝对忠诚 听党指挥 勇于担当 真学 真信 笃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审判执行工作中 不折不扣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是 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依法惩治刑事犯罪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推动扫喝除恶斗争常态化开展 2018年至2021年 审则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3.6万件 24.4万人 严惩 撒人 放火 绑架等犯罪 严重暴力案件 持续 处于低位 依法惩治 涉欲犯罪 切实保障 疫情防控秩序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坚决纠正 呼格纪录图案 聂树兵案 等一批重大刑事冤错案件 让人权司法保障更加有利 三是 依法服务保障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围绕国之大者 女职尽责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依法纠正张文忠案 对国企民企 内资外资 大中小微企业 一律平等保护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 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二十条十招应招 实质性化解纠纷 帮助市场主体 纾困解烂 服务六稳六宝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 第一审案件 从2018年的10.1万件增长到2021年的57.7万件 年均增长超过20% 出台 证券纠纷代表人 诉讼司法解释 促进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用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围绕 共建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建设 完善司法政策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此事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 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高空抛物等犯罪 及时发布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贯彻实施民法典 深化家事审判改革 近十年 依法审结 涉教育 就业 医疗 养老 住房 婚姻家庭等民生案件 3600余万件 在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接断写目标后 持续巩固成果 2021年 全国法院直接执行案件 864.2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 1.94万亿元 大力推进一战式多元纠纷解决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2021年全国法院在线调解纠纷 1084万件 2022年1-6月在线调解纠纷 577.3万件 我国已建成联动资源最多 在线调解最权 服务对象最广的中国特色 一旦是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 5.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实行法官原额制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健全司法制约监督体系 实现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完成民事诉讼程序 反简分流改革试点 完善司机法院审级职人定位 健全人民法院组织体系 审判之效全面提升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 和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意见 科技赋龙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6. 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加快推进法院队伍革命化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全面从严管党致敬 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 全国法院政治生态持续优化 纪律作分明显好转 队伍素质能力不断增强 拥现出周碧华 方金刚 周春梅 腾启刚 等一大批新时代司法未明 公众司法的先进典型 新增城上 人民法院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阔步向前 更好履行 人民法院职责使命 让人民群政确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以实际行动迎接大的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先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陶院长 下面欢迎各位提问 提问之前请通报一下 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 两位先来 东区第二排内侧这位女士 谢谢您好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的情况的 过去十年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更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提供了制度支撑 请人民法院在应对外商投资企业 纠纷领域都做了哪些工作 取得哪些成效 那么今后还会有什么目标和方向 谢谢 好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因为我是封管 涉外商事海市审判的 所以我很高兴回到您的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您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应该说十年来 人民法院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来积极的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是以贯彻外商投资法为着力点 通过公正高效的审理 外商投资企业的纠纷这样的案件 那依法平等保护呢 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那持续优化呢 法制化 国际法的云上环境 那么讲到重点的工作呢 我想跟您介绍四个方面的一些工作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参与 推动 形成新时代 外商投资的制度体系 刚刚您在提问的时候讲到 就是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 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革 那么哪些历史性的变革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由原有的外资的审批备案 这样的管理制度 转变为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最高人民法院就及时的制定和修改了 我们配套的司法解释 而且呢 跟新的外商投资法同步实施 来维护这样一种负面清单 在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合同的有效性 就是说只要不落入负面清单 其他的合同 我们都认识它是有效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认为是推动脑 形成了一个外商 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审判工作呢 进入到了叫 一法一条例两解释 这么一个为主干规范体系的新阶段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一法一条例两解释 分别指一法外商投资法 一条例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两解释 一个解释呢 就是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 怎么去审理这些案件 第二个呢 就是配到外商投资法本身 我们颁布了一个适用外商投资法的司法解释 所以形成了叫我们所称的一法一条例两解释 这么一个规范体系 这是我们做的一方面的工作 第二方面的工作呢 就是构建整个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这个案件的一个专业化审判格局 我们在17年的时候就发出通知啊 要求第一审设外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箱呢 它的标准还有规口办理这些问题呢 都把它明确了 就要求把外商投资企业的 比方说它的设立 它的出资 还有确认股东资格 这样一些纠纷呢 都要规口到涉外审判庭去 来集中的来审理 这样呢我们就说形成了一个 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一个专业化审判格局 到了去年的6月 我们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法院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 会议后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里面对外商投资企业 纠纷案件呢 进一步做了明确的指引 来统一法律适应 那同时呢我们还就简化外国当事人 他的委托代理呀 还有意外的证据的公正和认证手续 都进行了便利化的这种措施 那样子来有助呢 外商投资企业的这种顺利的推进 第三方面的工作呢 我们认为呢是我们为完善整个国际商事交易规则 也做出了我们的中国贡献 这个就集中的体现在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们为了公正高效的审理案件 我们最高反应一连颁布了四个 都是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的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其中第三个就是专门涉及到 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审理的 那么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呢 引起了联合国的高度关注 联合国专门形成决议 联合国大会形成决议 把这样一个指导意见呢 收录到了联合国冒法会的一个 法规判逆法系统 法规判逆法的系统 应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么最后一方面呢 我们就是打出了一组组合权 来保障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原则 落地落细 那么主要包括第一个手段 我们发布了人民法院服务保障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 这么一个指导意见 还有呢我们跟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 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围绕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澜自由贸易港 粤港澳大湾区 北京两区建设等等 开展了专题的调研 分别发布了指导意见 我想也许有的记者朋友 也参加过我们有关的新闻发布会 了解了有关情况 同时也配套发布了典型案例 来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保护 促进跨境投资 第三个举措呢 就是各地法院依法审立了一批 非常有代表性的 设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案件 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叫 纽星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 再比方说还有一个 如高金顶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进一步来到最高反应的网站上 去查阅有关的案件 那么我们就是这些案件呢 都是严格依据外商投资法 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制度 切实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预期 主要工作呢 大概包括这些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也会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全面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来主动地融入到新发展格局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性经济 为这样一个目标呢 去服务 切实提高涉外司法的滞效 为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呢 做出更多法院的贡献 谢谢您 下一个问题 中区第三排的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请问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 司法贡献了怎样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 好 您这一个问题呢 我想请我们的副院长 二级大法官严林平女士来回答 因为她封管这个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关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这个问题 应该说呀 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幸福生活的 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的变化 美丽中国建设的成就 应该说世人瞩目 去年五月 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指出 中国持续深化司法改革创新 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 人民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之能 建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司法领域形成了生动的实践 一是审理一批标志性的案件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大数是 一百九十二点九万件 其中刑事案件二十八点五万件 民事案件一百二十八点四万件 行政案件三十六万件 审理腾格里沙漠污染公寓诉讼等案件 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审理 绿孔雀预防性保护的诉讼案件 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等案件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审理 非法销售汽车尾气 年检神器等案件 助力检污降碳 我国环境司法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 同频共振 用一个个案件公正裁判 推进法治进程 守护美丽中国 二是制定完善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 执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 制定了 惩治污染犯罪 森林资源保护 环境侵权禁止令 惩罚性赔偿 等 二十一件司法解释 出台 新时代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意见 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等 十三个司法文件 发布二十六个指导性案例 那么也请注意呀 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具有法律效力 二十四批 二百六十个典型案例 回应 人民群众 对天蓝地律水清 美好生活的向往 各地法院 创新使用 补植负率 增值放流 既改抵扣 等生态修复的司法措施 建设了一批 生态司法保护修复的基地 引导民众 像保护眼睛一样 要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 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 建成中国特色 环境资源审判体系 全国法院呀 设立了两千四百二十六个 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南京 兰州 昆明 郑州 环境资源法庭相继的成立 环境资源审判的专业化 迈上了新的台阶 最高人民法院和二十九个高级法院 实行环境资源的 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三合一 构建长江黄河大运河等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机制 以国家公园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 实行跨区化案件的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的司法能力明显提升 四是 加强环境司法国际交流合作 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 与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达成了世界环境司法大会 昆明宣言 应对世界环境污染的三大危机 以比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环境污染 人民法院主办了 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场国际司法会议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 设立了中国环境司法裁判板块 中国环境司法的理念 制度原则实践 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 为推进国际环境法治发展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公策这位女士 谢谢 天幕新闻提问 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 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 但是呢 也带来了全新的这个法律问题 比如说啊 随着近年来的这个双十一 六一八 这些电商节的兴起 那想请问 我们是怎么处理电子商务领域的 这些纠纷 怎么去解决的 谢谢 您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义 我想呢 这个涉及到 它是一个 电子商务 是大家很关注的领域 那么我们 贺小荣副院长 阿吉大法官呢 他是分管 这一块民事领域的 我想请他给您做一个回答 好的 非常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 设电子商务领域的纠纷 也快速增长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 鼓励与规范并重 依法审理各类 涉及电子商务领域的案件 2022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个司法解释发布以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网络消费领域的相关问题 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都做出了规定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 首先关于格式条款 就是说对签收商品 及认可商品质量合格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还有的就是经营者 享有单方的解释权 以及最终解释权 类似这样的格式条款 在网络消费里面 是经常看到的 但是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精神 格式条款是由销售者提供的 它如果减低了自己的 应该承担的责任 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 这种条款依法认定无效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二的是 关于网络消费欺诈 明确了电子商务的接营者 与他人签订的 以虚构交易 虚构点击量 编造用户评价这种方式 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 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第三个方面的 关于网络消费不规范促销 规定了奖品 赠品 换购商品 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 电子商务的经营者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不得以奖品赠品 属于免费提供 或者说商品属于换购为由 主张免责 第四个方面 关于直播营销的问题 分别规定了 直播营销平台 经营者自营的责任 不能提供直播接运营者 真实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 时候的先负责任 你不能提供 直播接运营者不能够提供 其他的到你上来经营的 有效的联系方式 有效信息的 那你要承担先负责任 先行赔付的责任 对销售食品 直播接的经营资质 审核义务的责任 对食品药品是严加限制 严加限制 另外对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直播接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式的连带责任 大家知道连带责任 就是你直播间提供者和生产销售者 同样的责任 当事可以任意向任何方主张责任 主张他的权利义务 另外的关于外卖的餐饮 对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 未尽实名登记 审查许可证等法定义务的责任 以及委托加工情形下的权利义务 等做出明确规定 因为我们知道外卖餐饮 涉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下一步 我们一方面要持续关注 电子商务领域案件 审理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 实时出台新的网络消费司法解释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让群众买得放心 用得安心 为我国电子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 我们将主动适应 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 准确适用在线诉讼规则 在线调解规则 推动完善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基础设施 尊重和保障当事人 对诉讼模式的选择权 和程序利益的处分权 提升在线电子商务纠纷 化解的滞销 好 谢谢 我就回答到这儿 下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男士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今天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提出 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 持续处于低位 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 稳步下降 能否介绍一下党的18大以来 人民法院在发挥刑事案件 审判职能作用 服务建设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谢谢 好的 这个问题 有请我们封管刑事审判工作的 沈亮副院长 二级大法官来回答 好 很高兴 由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四八大以来 我们全国法院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移民下 紧紧围绕着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目标 忠实履行刑事审判的职责 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乐 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来 人民法院坚决贯彻 精准落实 宽延相继的刑事政策 依法严惩 严重刑事犯罪 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的重大暴恐犯罪 重拳打击 对劫持公交车辆 滥杀无辜 暴力伤医等严重影响 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 严惩不待 对残害未成年人 性侵儿童 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挑战 法律和伦理底线的案件 该重判的 该判处死刑的 绝不守卵 依法严惩 金融犯罪 非法 这个机制诈骗犯罪 维护金融安全 依法严惩 贪污贿赂犯罪 促进反腐败斗争 向众生发展 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推进扫黑除恶 这个常态化 像刘汉 刘维 孙小果 黄洪发 等一批 涉黑涉恶的犯罪分子 和保护伞呢 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人民法院受理的 杀人 抢劫 绑架 放火 爆炸等 几类啊 就是您刚才说的 八类 这个严重的暴力犯罪的案件 从2013年的7.5万件 9.57万人 已经下降到2021年的4.9万件 5.68万人 同时 对于民间矛盾引发 具有法定的 或者拙定 重新情结的 我们依法 重新处罚 充分体现政策 2021年 被判处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 罪犯人数 占这个判决 生效总人数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84.6% 就是说人民法院 判处 这个刑事案件中啊 有84.6%的案件呢 都是有期徒刑 三年以下的 这个清刑案件 我国治安秩序呢 持续向好 十年来 人民法院 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充分发挥 刑事审判之能 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人民法院 依法严厉打击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侵害妇女儿童的犯罪 毒品犯罪等 深入开展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活动 依法 陈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妨碍疫情防控 环境污染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高空抛物 冒名顶替 入学等 侵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犯罪 特别是 加大对 妇女儿童 老年人 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的保护力度 从餐桌 到用药 从头顶到脚下 从实体到网络 全方位的首富百姓的平安 这十年 人民法院 强调 惩罚犯罪 和保障人权 并重 深入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严格遵循 罪行法定 遗罪从无 证据裁判 坚决守住 凡犯 冤错案件的底线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究 坚决依法 纠正了 忽克基罗图 列书斌 张文忠 张氏 书直 强奸 杀人案 王立军 收购玉米案 等一批 历史形成的 冤错案件 严格把握 罪与非罪的界限 严格区分 经济纠纷 和 以经济犯罪 坚决防止 用刑事手段 介入 民事纠纷 将 民事责任 变为 刑事责任 严格规范 减刑假释 暂以 监外之刑 开展 违规 减假战的 清理 确保了 刑罚 自行的 公平公正 这十年 人民法院 更加注重 维护社会的 公平正义 在 刑事审判中 坚持 罪则刑 相适应的 原则 既 积严格 依法 办案 又 兼顾 国法 天理 人情 当 遇到 社会 乐点 案件 面对 众说 分吟的 社会 与情 人民法院 都保持了 应有的 法制 定律 坚守 法律的 底线 把法律的 专业判断 跟人民群众 朴素的 公平正义观 融合起来 把一个个乐点 案件的审判 变成一堂堂 全民 法制公开课 努力 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谢谢 下一个问题 东区第二排 那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完善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 重要改革目标 请问这一目标 实施情况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效 谢谢 好 我很高兴 我再回答 您这个问题 这个十年来 人民法院 坚持审罚犯罪 以保障人权相同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刑事司法制度 不断完善 人权司法保障 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一是深入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的改革 我们贯彻 落实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出台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制度改革的贯彻意见 努力推动构建 形成 诉讼以审判为中心 审判以庭审为中心 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格局 坚持证据裁判 完善证人 鉴定人 侦察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 提高证人出庭率 严格执行 庭前会议 非法证据排除 和法庭调查 这三项归程 充分发挥 法庭在查明事实 认定证据 保护诉权 公正裁判中的 决定性作用 二是 有效防范冤错案件 人民法院 本着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究的原则 坚决依法纠正 历史上形成的冤错案件 同时 更新司法理念 严格落实 罪行法定 证据裁判 遗罪宠物的原则 坚决守住 反犯冤错案件的底线 有的案件 虽然被告人 曾经供认犯罪 但案件证据 证据不足 或者存在重大疑点 在一审 或者二审程序中 人民法院 就果断地 做出了 无罪判决 即使有效了 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 三是 健全完善 程序 保障机制 我们制定 新的 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 将 强化 诉讼权力的保障 作为贯穿 史中的主线 更好的落实 公开审判 辩护等 诉讼制度 充分保障 被告人 辩护人 以及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力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落到 实处 我们推进 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 全覆盖 四点工作 完善和方便 律师 参与诉讼的 这个机制 确实保障 辩护律师 依法 行使权力 更好地发挥 律师的作用 让有罪的人 得到 公正的审判 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试试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 出台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 我们全国法院设立了2181个少年法庭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贯彻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加大 非监禁型的适用力度 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教育较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也是联系多年的下降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 谢谢 下一个问题 中区第二排这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我是红星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是 作为化解矛盾 纠纷 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 人民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 基层社会治理 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等方面 将如何发挥作用 谢谢 好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 解决纠纷的第一线 是推进社会治理 促进乡村振兴的最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法院更加注重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 强激导向 先后两次召开 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强力推进人民法庭工作 去年又出台了指导意见 确立新时代 人民法庭工作的原则 为乡村振兴 民族复兴 为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 提供有利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是中国的根脉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优化法庭布局 依法妥善化解各类涉农纠纷 通过专业化法庭 公正高效审理 设计产业发展 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案件 保障农业农村发展 服务深化农村改革 全国各地 涌现一批诸如环保法庭 旅游法庭 等助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民法庭 积极开展 人民法庭 服务新型城镇化 试点工作 为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 二是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治则天下案 2016年至2021年 全国人民法庭审结案件 2537.7万件 约占基层法院 结案总数的25% 仅仅依靠地方党委领导 仅扣市域县域治理的需求 推进人民法庭 进乡村 进社区 进网格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蓬勃发展 筑庭特邀调节组织 调节人数量明显上升 司法参与 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充分发挥 推进丰桥市人民法庭建设 推动构建 源头治理 诉前化解 司法审判 三道 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防线 切实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当地 化解在基层 三是服务人民群众 高品质生活需要 依法妥善审理 婚姻家庭 劳动争议 物业纠纷 相邻纠纷 等一大批涉及民生的案件 强化权力救济 维护群众权益 依托车载法庭 马背法庭 背包法庭 等开展巡回审判 畅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一战式建设和智慧法院建设成果 在人民法院得到基层应用 均等普惠 辩解高效 智慧精准的一战式服务 更加方便群众 化解矛盾纠纷 实现公平正义 谢谢 下一个问题 西区边上第三排周瑜女士 好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广记者提问 我们在采访中经常遇到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或者是民事案件的侵权人 因为被告人或者是侵权人 没有这种赔付能力 然后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紧迫的困境 需要国家这个司法救助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十年 我们的救助范围和措施都有哪些变化 另外还会采取什么措施 帮助更多的申请人 谢谢 好 谢谢您的这个问题 也特别感谢您 对司法救助工作的关注 我是同时也封管国家赔偿审判 和私访救助工作 所以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应该说私访救助这项工作 它是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扶危济困 救急救烂 这样一个保障的功能 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就提出来了要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到十八届四正全会 进一步要求健全司法救助制度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项目工作小组 采取一系列的举措 来确保党中央的改革部署 落地见效 那么我想从三个方面做一个回答 第一个方面 就是要明确救助范围 简单说就是哪些人 可以获得司法救助 那么我们专门出台了 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 应该说有三类八种人 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获得国家司法救助 一个呢 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举报人 证人 鉴定人 第二一类呢 是追索赡养费 抚养费 抚养费的当事人 第三一类呢 是因为道路交通事故等 民事侵权行为 造成人身伤害的当事人 就是三类八种人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申请司法救助 第二一项呢 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 六统一的办理机制 就把整个司法救助案件呢 纳入到了审判流程系统 来进行管理 在此之前是很分散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以后呢 就形成了六统一的格局 哪六统一呢 就是统一受理案件 统一救助范围 统一救助程序 统一救助标准 统一经费保障 统一资金发放 那么过去那种分头负责 程序繁琐 标准不一的问题呢 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这样呢 也就能够保障 救助资金 更加精准 高效地发放个 涉速的困难群众 第三个方面的举措呢 就是规范救助案件的办理程序 我们出台了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办理的程序规定 和救助 司法救助的文书验识 这样一系列的司法文件 来细化 包括立案受理 案件办理 做出决定 申领和发放 救助金 所有这些环节在内的 整个叫做办案 全流程规定 那明确各个环节的 办理的期限 显著地提升了 司法救助的工作效率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制度 来提高救助案件的办理滞销 切实发挥 我前面讲到的 司法救助 扶危即困 救急救烂的保障功能 来彰显司法关怀 传递司法温暖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人民网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 老百姓最关心的 民生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 例如劳动权益保护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 被列入今年人民法院的 重点工作之一 那么请问下一步 将有哪些具体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呢 由我来回答 民生呢 是最大的政治 也是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法院 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妥善审结各类 社民生案件 发布了一系列 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 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 就在身边 一是保证人民 安居乐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依法审理了 涉及教育 就业 医疗 住房 等各类社民生案件 三千六百余案件 出台了 涉食品药品 消费者权益保护 劳动争议 医疗损害责任 等民生领域司法解释 引导全社会 树立程序意识 规则意识 契约意识 责任意识 下一步 人民法院将更加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 保障群政舌尖上的安全 推进制定新就业形态的 司法政策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促进平台经济 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加强人格权益保护 发布人脸识别司法解释 统一城乡人身损害 培差标准 新增平等就业权 性骚扰 损害责任纠纷的暗游 依法审理了毕业生就业歧视 这里面涉及到性别歧视 地狱歧视等等 人格权侵害禁令等案件 下一步 要推进制定民法典 清权责任边司法解释 加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依法惩治网络侵权行为 三是保护人民财产权益 发布物权编司法解释 审理老旧小区家庄电梯案 强行肯老 无拘住权案等典型案件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下一步 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激发人民群众 创新创业的活力 依法审理土地征收补偿等案件 保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 助力乡村振兴和新刑陈镇化建设 四是促进家庭文明建设 制定婚姻家庭继承边司法解释 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依法审理离婚家务补偿案等案件 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以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净1.1万份 下一步 继续推进家世舍判改革 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警示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 违反禁令的刑事惩罚措施等问题 作出回应 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法审理侵害 狼牙山武壮士等英烈名誉案 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案 高铁坝铺案 好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等 弘扬真善美 鞭斥假恶宠 下一步 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司法政策 融入司法裁判 以裁判引领规则 以规则引领封上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哪位提 第二排这个意思 谢谢主持人 法智日报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十一年来 诉讼模式的不断变革 让智慧法院的发展 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数字红利 能够详细地说一说 司法工作和数字科技的融合 在哪些方面方便了人民群众 谢谢 好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记者朋友提问的这个问题 实质是观设科技与法治 深度融合 服务人民的一个大问题 数字时代 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法院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抢抓数字中国建设 重大机遇 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 把司法体制改革 和智慧法院建设 作为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 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建成了 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流程依法公开 全方位智能服务的智慧法院 构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司法模式 全面重塑了审判执行模式 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线服务 有效提升群众的 司法获得感 人民法院 切实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建成了覆盖四级法院的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 提供 在线调节 电子送达 委托鉴定 等一站式诉讼服务 老百姓办理诉讼事务 可以全流成掌上办 以往参加诉讼 平均往返法院近六次 现在只需要一至两次 甚至一次都不用跑 人民法院调节平台 有7.8万个调节组织 和32万名调节员进驻 平均每分钟 就有51件纠纷 在网上成功地划解 依法高效辩民 保护诉讼权力 减轻群众的素累 大数据平台动态汇聚 案件的信息 针对高空抛物坠物 电信网络诈骗 网上购物纠纷等社会热点问题 发布司法大数据报告 回应民生的关切 促进社会治理 建成了审判流程 听审活动 裁判文书 执行信息 四大公开平台 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方便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 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是网上办案 显著增强 实现公正的效能 在审判中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深度应用 听审语音识别 类案智能推送 等司法辅助系统 推动听审效率 提高达20%以上 让老百姓解决矛盾纠纷 实现公平正义 更加高效便捷 在执行中 智慧法院 在公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中 功不可没 执行中最难的就是 查人找物 那么在查人找物 查封冻结 失信惩戒 网络拍卖等方面 智慧法院 发挥了巨大的效能 让老百姓啊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你比如 我举一组数字 网络查库 累计冻结资金 超过了两万亿元 网络司法拍卖 仅这一项 就为当事人 节约佣金 达六百一十九亿元 在疫情方坑中 智慧法院大显伸手 保证了 审判执行不停摆 公平正义不止步 疫情 疫情虽然阻碍了人们的脚步 但并没能阻止 正义的到达 三是 互联网司法模式 引领世界潮流 北京 北京 杭州 广州 互联网法院 永当 互联网司法的 探路者 审理了一大批 有规则意义的 互联网的案件 为老百姓解决数字时代 新型纠纷 提供了示范 特别是 人民法院 相继出台 在线诉讼 在线调解 在线运行三大规则 在全球首发 区块链 司法应用意见 它标志着 我们国家 司法 互联网 从技术领先 逐步迈向 规则引领 以法治的规则 保护产权 保障人权 彰显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就在身边 智慧法院 和互联网司法模式 是数字时代 人民法院 为人民的 生动的实践 数字科技 为司法赋能增效 为百姓带来便利 让人民群众 在数字时代 更好地享受 数字正义的 红利 谢谢 好 谢谢 四位发布人 谢谢各位记者 朋友的光临 今天的发布会 到此结束 再见 好 今天的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 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 稍后我们来看新闻 也计刁 所有 让人 未经许 未经许